欢迎收看5月26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那新闻的开始先来带您关注社会新闻 一名来自贫困单亲家庭的华裔女子 为了赚取学费上大学 除了到餐厅兼职 还被利用接受信交一次换学费的献议 结果非但没有拿到钱 还惨被拍下裸照成为性奴 这名22岁的女子 因为不堪恐吓威胁的心理压力 向大麻人民社警协会主席关志廷求助 关志廷受访时说 女子是在一家餐厅兼职当私营生的时候 认识了一名常来的男子 对方后来得知受害者面对经济状况 竟然向受害者提出性交一次换学费的献议 受害者在多番拒绝后 最后因为担心来不及回校上课 及不想加重母亲的负担 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并在本月7号与对方到一间酒店发生性关系 不过嫌犯完事后 不但没有遵守承诺 帮女子缴付学费 还多次发送受害者的裸照 进行恐吓以发生性行为 在两度发生性行为后 受害者一度忍无可忍 还蒙起了自杀念头 他随后在朋友鼓励下向关志廷求助 关志廷也和受害者配合 假装答应对方要求 并在指定地点等候了两个小时后 当场逮捕男子 还发现男子的手机 存有许多性爱视频及裸照 他们已经将该名男子交由警方查办 那如果你想要进修或深造 记得要谨慎查证学院的背景 不然很有可能会落得以下 这则新闻主角的下场 两名女子为了自我争执 花了三年的时间和超过一万令吉的学费 进修硕士课程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不受承认的文凭 这才发现是误选了一间无牌的学院 会计职员邹素方及单亲妈妈于佩军 今天在京卵区州议员黄思汗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讲述本身的遭遇 他们两人分别在2015及2016年 进修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没想到在去年完成课程后 却只拿到一张不受承认的假文凭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六个人向高教局举报 当局也证实这家位于浦种在野 经营了17年的商学院 不曾向高教局注册 也从来没有申请商业执照 市议会去年尾上门取缔的时候 该学院已经关闭 两名施主希望就此警惕有意进修的在职人士 谨慎选择学院报读课程 并希望政府尽快采取行动 避免有人再上当 那不只是进修身造有可能被骗财 看中医也要小心被骗 关单一名78岁的阿婆 日前看了报章的广告后 找上一间住家室的医师问诊 没想到一粒药丸就要价9000令吉 阿婆看两次中医 竟然就花了超过3万令吉 78岁的老父黄武 向来有腰酸被痛的问题 他在几天前到某住家中医挂诊 中国籍医师把脉后 指他脉搏弱及身体机能有问题 为他进行气功及吸血 医师也开出了三粒药丸 每粒药价3600令吉 再加上治疗费总共10980令吉 他昨天再度求医 这回医师竟然还开出了 具指是名贵药材制成的强效药丸 美利竟然要价9000令吉 由于不够钱复诊 阿婆向女婿借支票 付医药费的时候 才被女婿揭发了这件事情 女婿发现阿婆昨天的求诊费 竟然高达22000令吉 便求助关单德伦敦区租医员沈春祥 在沈春祥的调解下 医师最终答应退款29550令吉 他也欲请民众注意家中长辈的动向 以免被骗 一般华人的结婚 办婚礼不外乎是中式或者西式 但在柔佛八珠八霞 昨天就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汉式婚礼 一对新人穿着传统汉服 按照古代的婚礼仪式 共结联礼 令人对华夏礼仪的复兴大开眼界 这对新人是33岁的许志勇 和30岁的饶可韵 他们向来不认同 近代大马华人婚礼的标准形式 也因为这样 他们决定穿上属于自己民族的 传统服装汉服 在昨天傍晚 在八珠八霞中华总商会 举行一场庄重儒雅的式婚礼 式婚礼指的是 古代大士夫 贵族等上层阶级的婚礼仪式 按照流程 一对新人需要依序进行各种仪式 其中就包括拜天地 拜高堂 夫妻对拜 灌洗双手 以及祭酒等等 一对新人也会进行同劳之礼 以及新郎和新娘同吃一份肉 代表共同生活的开始 接着进行和谨之礼 则是由一对新人各取一瓢酒 交杯共饮 象征合二为一 同甘共苦 最后一对新人也会行结发之礼 各拣取新婚夫妇一束头发后 放入锦囊中 象征两人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宜 一对新人都希望能借这场汉式婚礼 让大家看到华人源自礼仪之邦 并趁机推广汉服 爸爸妈妈一般都会让孩子骑脚车 锻炼身体及训练平衡感 但你有没有想过让孩子学骑独轮车呢 马来西亚独轮车协会如今正积极地向教育部争取 希望在未来把独轮车运动纳入学校的课外活动 马来西亚独轮车协会在今天早上举办雪州第四届青少年独轮车精英赛 近百名来自小学和中学的选手 在多个比赛项目中大展身手 表现出独轮车的技巧和创意 协会主席李慧智透露 独轮车运动对脑部发育非常有效 并可以提高学习者的集中力和注意力 独轮车运动也被归类为抑制运动 是唯一可以把平衡能力发挥到极致的运动 李慧智说 该协会自去年10月成立后 除了积极推广独轮车运动 培训人才参加国际赛事 也将会向教育部争取 让独轮车运动变成一个受承认的课外活动 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触 喝完汽水后我们都会把铝罐丢掉或回收 你有没有想过 铝罐内其实隐藏着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小秘密呢 那就是铝罐内其实有着一层塑胶内膜 马上带你去看看 YouTube频道MEL Science最近发布了一段视频 可以看到实验人员用砂纸磨掉了可乐罐的外层后 将罐身泡进烧杯内的排水罐清洁剂 两个小时后 铝罐被清洁剂的碱性成分溶解 只剩下柔软有弹性的塑胶内膜 原封不动的装着可乐 虽然这看起来有点可怕 但其实这层塑胶内膜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就是为了避免饮料受到金属污染 并保存饮料的风味 根据报道 任何高浓度的物质 包括可乐或果汁的酸性物质 一旦直接接出铝 将会产生化学反应和毒性 如果人体摄入过量的铝 将会影响人体骨骼及脑部功能 所以铝罐内的这一层塑胶内膜 就扮演着饮料和金属之间的屏障 防止金属成分进入人体 那麦当劳是大人和小孩都爱的连锁快餐店 全球就有超过三万家的分行 在瑞典最近就开设了一间全球最小的麦当劳 里面完全没有收银机 没有油炸锅或座椅 而是一排排的巢片 原来这是为了野生蜜蜂所打造的麦当劳造型风箱 新闻的最后就带您去一睹为快 我是志正 祝您晚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